我自己覺得未來不曉得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順其自然 可以的話 對啊 如果就是順便於一個感覺手 吳康仁進來 我不再是一個人宣言 正是與中國大陸經濟公司一心娛樂合作 引發軒然大波 過往政治傾向鮮明的吳康仁 這兩年成績亮眼 更多了金馬影帝頭銜 想不到吧 我拿金馬獎 他此次的附路發展其實有跡可循 去年金馬獎前帝發行現身廈門 隨富都青年導演王里霖出席金雞百花獎式水溫 拿下金馬獎營地後才正式吸進 立刻簽約 曾任半冰冰工作室宣傳總監的 楊天真的公司一心娛樂 楊天真在對岸與龍丹妮杜華 並稱內於三大女的同學 曾為范冰冰立下霸戲的范爺人社 在對岸影響力頗巨大 我很自私的 為了我的 自己的演藝生涯來找想 就做一點改變吧 沒什麼大不了 吳康仁要吸進並不容易 勢必有不曉得 待機要裝點裝點安排安排 這時由熟悉對岸娛樂圈的公司出面 當然事半功倍 在經濟公司強大操作下 第一部作品職迷就搭檔娘娘 婚禮 一步步走下去就是了 不過據悉 出品方愛奇藝早在3月就曾接觸吳康仁 但被婉拒 8年後卻答應演出 造成已經劇組 甚至為角色前往醫院實習 兩周的男主角周渝民 不如資方堅持要用吳康仁而被迫離開劇組 外界難以理解的是 周渝民的咖位並不低 居然也會被換角 可見吳康仁背後的資本多強大 這看似雙贏的局面 卻有消息指出 吳康仁只是簽3個月的短約 試用試用而已 雖然吳康仁簽約一新一世 早已外洩 但雙方卻等到9月30日才關宣 緊接著 隔天對暗國姓 吳康仁順勢轉貼祝賀文 時間恰恰好 這操作痕跡肉眼可見 只是 不夠 不夠不夠 謝謝S姐 吳康仁被網友嫌跪舔不夠徹底 甚至孫力進來聽空霸眼 也被聯想是他投誠不夠徹底 若是他自己保不住也算了 否則碰上誰便是誰倒人 其實 執迷的男主角 硬是要台灣人 挑過趙又廷 阮金天 彭于晏 周一鳴還上演了 結果最後被立場更為左省的 犯人甩尾撞出劇組 我們在台灣拍戲很辛苦 賺不到什麼錢 很多人跑去內地也很好 可是我真的希望留在台灣演戲的人 我希望長官給我們更多的資源 我希望電視台開發更多不一樣類型的戲劇 正當你覺得價值滿滿時 網友8處吳康仁在2017年就曾揭對岸手機OPPO代言 卻因曾支持太陽花學運遭舉報慘丟代言 而更多年前 吳康仁的微博就關注了人民日報 新華網等大陸官媒 有誰還按讚呢 問題來了啊 你掉進湖裡的是這個吳康仁 還是那個吳康仁呢 也許離開台灣這個環境也許會比較 感覺好像需要更多 刺激吧 刺激